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来到小安美食馆 亲爱的朋友们 这种野菜你们又没有见过呢 这种野菜叫做牛筋草 应该有很多朋友们不认识这种牛筋草 其实呢,这种牛筋草不光是野菜 而且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食物 今天用这把野菜给朋友们分享一个与众不同的做法 口感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但是呢,做法非常的简单 朋友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盆中加入一点食盐 用手搅拌搅拌,将食盐搅拌融化 用手实际上的揉搓揉搓 搓捏搓捏,将牛筋草清洗干净 洗好以后,控水捞出来 再来准备几颗泡乎乎带猛卡的小鸡蛋 加入清水 再来一点食盐 加入食盐清洗净鸡蛋可以将鸡蛋清洗得更加干净 因为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鸡蛋看似干净,但是呢,有一些粪便 还有我们看到的大肠杆菌 所以呢,吃的时候把鸡蛋清洗干净 这样吃着我们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全 再次的加入清水 再淘洗淘洗,将鸡蛋彻底的淘洗干净 洗好的鸡蛋放入盘中备用 我们先把洗好的牛筋草放入锅中 拭均匀 洗好的鸡蛋放入锅中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视频看到这里了 请您放下来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 加入清水 没回鸡蛋 这样盖子大火煮上8分钟 鸡蛋煮好以后捞出来 一大方凉水中过凉 这样更方便脱皮 过完凉水的鸡蛋 非常的好剥皮 朋友们看一下 很轻松的就去掉外皮了 特别的方便快捷 而且这样剥的鸡蛋 非常的完整 依然都不会裂缝 用牛筋草煮出来的鸡蛋 味道吃起来特别的清香 清甜 非常的好吃 牛筋草中富含非常多的维生素 还有一些矿物质 营养材质特别的高 加入牛筋草煮出来的鸡蛋呢 鸡蛋更加的有营养 富含很多的蛋白质 营养物质 营养双横 特别的不错 经常吃牛筋草煮出来的鸡蛋 对身体特别的不错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 要比清水煮鸡蛋好吃很多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睡一睡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 这里是小安美食馆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